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南花 我们养南花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南花的根是肉之根 如果这个盆土它的透气性透水性比较差了 就特别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情况 所以很多花园都会选择用这种大质料来摘种南花 但是如果全部用大质料来摘种这个南花了 就很容易出现了保水性非常差的情况 因为南花它也是比较喜欢湿润环境的 那如果盆土的保水性变差 那它的根系就吸收不到水分 自然就会生长得比较差 而且也容易出现空根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大质料还是可以用的 因为大质料它中间的缝隙特别多 而且通透性非常好 可以保护南花的根系不容易出现积水烂根 但是我们用了大质料之后 还可以用它一样东西 可以让它的保水性变好 那么保水性变好了之后 那么它的根系就能够吸收到足够的水分 然后就不会出现空根了 怎么用呢 首先我们可以先用大质料来摘种南花 等到摘种到这个大质料 距离这个甲林径 还有两三厘米左右的时候 我们就停止使用大质料 然后再在这个盆土上面 铺上一层这个细砂 铺上这个细砂呀 可以让盆土的透气性稍微变差一点 然后保水性就升高一点 这样呢就刚好弥补了这个大质料啊 不够保水的一个缺点 所以如果大家使用了大质料来养着南花的话呢 最好就在上面铺一层这个细砂 那么它的根系呢 就能够吸收到足够的水分 然后又不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情况 这样呢就更适宜南花根部的生长 那么南花生长也会比较健壮比较旺盛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